所有族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3D原住民的立法委员高金树梅 我的族名是吉瓦斯阿利 在这里先谢谢族人朋友们 这六届22年来给我服务的机会 那么这一次我办公室 其实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就是整个立法院的原住民的立法委员 不能够只有我一个无党籍的立法委员 所以这个决定就是推荐 平地原住民的立法委员候选人陈正中 再找另外的两位无党籍的 我们就可以在立法院成立一个政团 有了政团之后 非常多原住民的重大法案 我们可以进入到协商的场合 如果再继续连任的话 我有一个法很重要 就是大家一直谈的 就是原住民族的自治法 我们希望原住民的55个原乡 能够脱离县市政府 拿回我们的人事权 自主裁员以及中央统筹分配款 我相信有了这个部分之后 原乡它其实可以自己管理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 走到基层的时候 大家所听到的声音 第一个声音就是进法补偿 平地的稻米休耕 已经是一公顷五万块了 原住民的进法补偿 还停留着三万块 现在物价都已经那么高了 所以我们希望原住民的进法补偿 也能够往上增加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文件站 虽然推广了443站 但是物价也升高 我们所有的伙食费也不够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 文件站的钱也能够增加 那现在的义务役都已经提高了薪资 我们希望我们的志愿役的军人子弟 的薪水也能够提高 最后原住民的立法委员要跑全国 我们要管理的事务也非常的多 我在这里要再一次的拜托 我们的主任 1月13号记得 三地原住民的立法委员高进树梅 平地原住民的立法委员陈振中 让我们一起当选 加油